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跟金圈太子结婚当天,他没到场,在酒店搂着白月光,和我视频炫耀,威胁我想结婚就等着,不结就滚。 我冷笑回应,让他成为全程笑柄。 跟金圈太子季景结婚的这天,他没到场,在酒店搂着他的新欢,跟我视频昨晚累了,懒得去。 你这么爱我,远程结婚,不介意的,对吧? 嗯,不介意。 反正,我也不爱他了,舔他更是直到今天为止。 我早猜到了季景不会来,毕竟季晨这些年,花明在外。 身边的女人从来就没断过。 四处留情的金圈浪子,娶我,只是家族联姻,交个差罢了。 圈子里谁不知道,他最讨厌的,就是我这个眉皮眉脸缠着他,管着他的田狗。 昨晚实在是累了,懒得过去,家家,你这么爱我,远程结婚,不介意的,对吧? 大屏幕上,寂静录着精壮的上身,连同怀里的嫩磨一起,轻蔑地看着我。 宴席上的宾客们发出低声吃笑,交头接耳,甚至连音量也没压低,沈佳佳这田狗当的,太丢人了吧,就是尚赶着嫁过来守活寡,见不见哪。 不过有一说一,就寂静这长相,吃不着,舔着两口也行啊。 拉倒吧,舔寂静,你能比得上沈佳佳,那倒也是,我真做不到他这么不要脸。 我穿着一袭洁白的婚纱,站在自玫瑰铺成的花露上,把这些羞辱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但我也听不太进去,因为我的脚底在流血,很疼,很疼。 昨晚,寂静接到他新欢电话的时候,我其实就在他车上,亲眼看着他从面色冷硬,转换到温柔和煦,乖,酒店等我,马上就到。 我咬了咬嘴唇,轻声道,寂静,咱们明天结婚,今晚能不能不去,寂静却顿了一下,伸手过来,轻轻搓着我的耳珠,吃醋了,今晚想让我陪你,就这么喜欢我。 我耳间红得厉害,低下头,没说话,其实,我没想跟他做什么,只是,最后一天了,单纯想风平浪静地各自待着而已,寂静俯身过来,稳住我的唇,重重咬了一口,我疼得直皱眉,他却冷笑一声,你也配,我睡鸡都不睡你。 你这么会讨好我妈,让我妈来接你,陪你吧。 凌晨一点三十七,穿着高跟鞋的我,被他丢在了半山别墅的山路上深夜没车,手机还没电,我拎着鞋,光着脚,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才终于打到一辆车。 上车时,脚底一片血色模糊,车门关上,我输了口气,无意识抬眸,刚好看到窗外快速开过一辆红色的马沙拉蒂跟寂静的车很像,但绝不可能是他。 我把头底在玻璃上,轻轻叹息,哎,连最后一天,都没能好好安生一下,不介意,婚礼上,我端出得体的笑意,对着视频那头,柔声道,你们好好玩婚礼这边,我自己可以的。 我要的是完成婚礼。新郎再不在,其实并不重要,寂静脸上的笑意顿时没了。 下一秒,现场扩音器里,传出他的一声咒骂沈佳佳,你真的见风了。 说完,视频通话切断,大屏幕上又开始滚动我俩的婚纱照,照片里,寂静那面无表情的样子,把这场闹剧轰到了顶峰, 周围宾客哄堂大笑。我吸了吸鼻子,阳唇,摆出一个大大的微笑,偏头看向一旁黑西装白衬衫的酒店经理。 打印机有吗?对方被我问得一愣,啊,有。我把手机解锁,递过去。 我手机里有照片,打印出来,你贴脸上,跟我走流程,走完我给你十万。 酒店经理一听,眼睛都亮了,但转头又犹豫了,支支吾吾道,沈小姐,酒店里是黑白打印,没有彩印,能等我去外面,不用,黑白的也行。 刚好,寄奠一下这三年来,我一点点被寄警消磨干净的感情。 我跟寄警,青梅竹马二十一年。 十六岁我情蜜初开,对她动了暗恋的心。 十七岁生日,同学中有人向我告白。 寄警冷了脸,当众砸了对方手做的巧克力和鲜花泥,也配追她。 那一刻,我几乎可以确认,寄警也是喜欢我的,所以十八岁。 我难得红了脸,跟寄警表白,寄警却皱了皱眉,一脸苦恼地对我说,沈佳佳,你可别,我这辈子可不会只束缚在一个人身上。 我要娶的老婆,是互不干涉,个玩个的,你不行的,我只把你当妹妹。 两年一个月零五天,我对寄警的暗恋,止步于此。 但我没想到的是,紧接着第二天,两家父母宣布了联姻。 寄夫人向来强势,根本不给寄警拒绝的权利,直接就定了,结合我昨天的告白,寄警得出了一个结论。 她第一次用那种厌恶至极的眼神,失望地看着我,沈佳佳,以前倒是没看出来,你心机这么深,告白失败,就去巴结我妈。 行,想嫁我是吧,我成全你,你别后悔就行,我真的是郭从天上来,冤得很。 但我又无从辩解,因为两家联姻是利益大局,我嫁过去是板上钉钉,无法更改的事情,再怎么解释,寄警也不会信。 就是从这天起,我给了自己三年时间,期限就到结婚的这一天。 要么,三年转开寄警的这颗浪子心,要么,三年消灭我对她的不死心。 而现在,结果已定,恭喜你啊寄警,以后我们就按你说的,各玩各的,互不干涉了。 想想也不亏,联姻之后,两家上千亿的资产呢,没了男人,拥有了事业和财富,也挺好的。 男人何钱,我总得有一个,对吧?我跟贴好了照片的酒店经理,站在礼台上。 思怡也没见过这架势,额头上开始冒汗。 这,这,新郎,新,新娘等一下,嘉宾席上,寄警的好兄弟苏宇成突然站起来,众目睽睽之下,尴尬地扯了扯嘴角,那个,阿景有话跟你说。 说着,大跨步上台,把手机给了我,我没伸手接,悠悠地看着屏幕上已经视频通话十几分钟的界面,感情这是寄警,刚挂了我的视频,就跟苏宇成无缝衔接上了。 苏宇成干笑了一下,然后小声道,接吧,不接能出人命。 我把电话接了,寄警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沈家家你不想活了是吗? 你他妈跟谁结婚呢? 我淡淡挑眉,歪头一笑,如你所见,跟你结婚了。 老子还没死呢,让那小子滚蛋,婚礼结束,寄警这话颇有些咬牙切齿的意味。 我嗷了一声,并不说话,僵持了几秒钟,记醉在那头骂了一句脏话,等着,半个小时后跟老子去领证,好的。 我端起不失礼的笑,扫尸了一圈宾客席,感谢诸位历临,招待不周,数不远送。 片寂静中,我看到苏宇成一改往日对我的鄙夷,默默朝我这里竖了数大拇指。 闹剧一般的婚礼结束后,我换下了婚纱,坐在休息室里,疲惫地捏了捏太阳穴。 怎么,你也会累,冷嘲热讽的声音响起,我抬头,就看到门边倚着的寄警,怀里还搂着那个娇饶的嫩磨。 我挑了下眉头,领证你也准备带她去,寄警吃笑一声,低头在那嫩磨脸上轻轻一吻,而后挑眉看我,有意见,从前的我肯定是有的。 现在,没了,随她怎么及时行乐?反正有了小三,有了私生子的话,我能拿到的财产更多。 爱情是他们的,钱是我的。 没有,你随意,我笑着,拿起放在旁边的包,走吧。 我没意见了,寄警的表情反倒僵了僵。 看着我愣了几秒后,哼了一声,转身走了。 新郎带着小三,来跟新娘领证,这笑话,足足让人看了一路。 寄警羞辱我的方法,真的是回回都能玩出话。 刚刚在结婚证落下的瞬间,我的心里没来由的一空。 但,也仅仅是一瞬间而已,你自己回吧,除了民政局,寄醉带着嫩嫩磨上了车,我还有事要干。 最后两个字,寄警咬了重音,我自然而然地点头。 嗯,路上注意安全。 说完,我转身就朝自己的车走去,自从那晚被扔在半路。 我长了记性,这辈子绝不在坐寄警的车,手指刚碰到车门,把手要打开。 手腕却被猛地拽住寄警,脸色铁青地皱着眉,语气很烦躁。 沈佳佳,你又在搞什么花招? 我回头抬眸,茫然地眨了眨眼睛,不太明白他这是在干嘛,你之前不是嫌我管你太多吗? 我想了想,的确挺对不住你的,所以你放心,我以后绝对改,绝不干涉你,纠缠你。 我保证,你娶了我之后的生活,比单身时还要潇洒,就当我之前缠着你,对你亏欠的弥补吧。 手腕紧接着传来剧痛,我疼得嘶了一声,动着手腕,想要从寄警手里挣脱出来,寄警却猛地松开了手。 深深地瞪着我,沈佳佳,你最好说到做到,我对他郑重点头,绝对,我保证,但不知道为什么。 寄警的脸色更难看了,搞不懂这人,给他自由他还不乐意了,民政局这天之后。 我三天没再见过寄警,不过见了也是冷嘲热讽,不见倒清净, 寄家是丝绸行业最顶尖的家族,有着业界独一份的纺织工艺, 而我家则是服装设计行业的龙头,近几年行业新秀的兴起,对我家冲击很大。 寄家二叔不服寄夫人掌权,前几年窃取工艺,外出自创了门户。 种种冲击之下,这才催动了我们两家的联姻。 我家需要寄家独有的丝绸原料,寄家需要我家庞大的市场占有度公司的新品服装展, 马上要开寄家二叔居然在这时候高价挖走咱们原定的模特。 其他模特也都找借口不接,这怎么办啊,助力急得团团转, 我的脸色也不见得多好看,这场大秀是审计两家联姻之后, 我作为寄家少奶奶,打开设计知名度最关键的一帐。 寄家二叔这是摆明了要搞我了。 没办法,我只能在闺蜜的圈子里,广寻男模,高价求身高189, 腹肌八块,颜值超高的男性模特,若能找到,必有重金答谢。 说实话呀,我的动机是真的比纯牛奶还纯。 但当我被闺蜜吴霄强硬要求着,务必出席她的生日宴。 当她大手一挥,就有十几个一米八五起,腰细腿长,八块腹肌的男模, 在我面前站成一排的时候,我发现事情可能不对劲了。 家家,你终于想通了,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 寂静喝高了的吴霄挂在我身上,酒气直冲我的脸, 这些年,我看着你被寂静那个王八蛋这么轻贱,心真的痛啊。 你说你要言有言,要钱有钱,想要什么男人没有,放着好好的富婆快乐不要,非要上赶着追她, 今天你随便挑,看上了就带走,就她寂静能采气飘飘吗? 呸,咱也能。 我听了只觉得无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三年的努力,其实本就是我不死心的抢求,抢求不来,没能打动寂静,哪里能怨她? 但我其实也不理解,寂静本身就打算娶个老婆联姻,随便娶谁,交了差就行。 她都不在意老婆是谁,为什么要这么欺负我? 这个,就这个,吴霄根本也不等我挑。 直接拽着男模中最高最帅的那个,往我身上推,这个不比继承帅,现在就带走,楼上就有房,我能说我是为了工作吗? 萧萧,我不是,姐姐,身侧的男模突然开口,声音十分雌性,奶奶的,姐姐是没看上我吗? 生日宴会是伴在泳池边上的。 波光淋漓的水色,映在这男模的眼睛里,像黑钥匙一样,亮晶晶的,又带着点委屈,让我有种我真钥匙拒绝了,她能下一秒就哭出来的感觉。 嗯,也,也不是不行。 姐姐,男模弟弟顿时笑了,眉眼越发帅气,姐姐想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哦。 我点头,视线从她的脸上一开,嗯,脱了衣服吧,一会儿会流汗。 男模弟弟挑起眉,眉底闪过一丝暗色,苏宇成的电话打过来时,我的第三串鱿鱿鱼也烤好了。 男模弟弟上衣已经脱掉了,站在BBQ的炉子前,表情诡异地翻动着烤串,汗水顺着她的下河线,流过她的精壮的胸肌、腹肌。 哇,赏心悦目,手里的鱿鱼都变香了,看到屏幕上的来电显示时,我还有些不满地择了一声,顺便看了眼时间,凌晨两点三十七。 这个点打什么电话,接起来后,苏宇成的声音传来,沈家,呃,嫂,嫂,嫂,呃,连个称呼都定不下来,我捏了捏眉心,咬了口鱿鱼,叫我家家。 那个,苏宇成到底是没敢叫我家家,语调尴尬,我跟阿景在宋会所,眉头莫尾的,这是怕我又跟过去扫兴,哦,我在家。 我撒谎了,但我这意思是,我在家呢,不会过去爱他们的眼苏宇成的声音有点僵硬,不,不来嘛,醉哥叫了十个模特呢。 啊,十个,我有点惊讶,虚虚捂了下嘴,那你提醒下寂静,注意身体啊。 砰,电话那头传来玻璃杯被砸碎的声音,紧接着苏宇成泽了一声,伴随着他无奈的我的爷,你要咋的你说,电话就切断了。 我看着恢复到桌面的手机屏幕,茫然眨了眨眼睛后,把手机放在一旁,继续看南模弟弟烤鱿鱼,真香。 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我感觉南模弟弟有点不太开心的样子,我的名片。 宴会结束时,我把一张名片递给了弟弟。 黑色打底的烫金名片上,清楚地印着我公司的名字,弟弟挑了下眉,所以,这算是我考了一晚上鱿鱼,得到的后门。 嗯,承邀您与我私合作。 模特而己,走一场高奢礼服的大秀队,那可是镀金一样的履历。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 毕竟圈里有人在搞我,不少模特不敢接单,也是不争的事实,弟弟手里捏着名片,哭笑不得,拿出手机来,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 我的号码,姐姐存一下,要是我想通了,给姐姐打电话,姐姐别当诈骗。 我挑眉,直接在手机里备注了奶狗南模弟弟。 而后冲他摆了下手,转身离开,身后传来弟弟的声音, 姐姐,我叫颜思。 哦,知道了。 但也懒得改备注了,我喝了点酒,路上酒浸上来了, 值饭困,输入密码,打开新房的家门, 却发现家里客厅的灯居然是亮着的。 我猛的一个机灵,下意识转身就想跑,身后却骤然传来,脚滴滴拉了长枪的一声纪哨,我的脚步一顿。 纪哨,纪沉,他把女人带回了新房。 我皱了下眉头,转身往里走了几步, 寂静搂着两个低胸长裙的美女靠在沙发上。 眼神阴郁地审视着我,像是要用眼神把我活活钉穿跟随。 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沈家家? 你开口前,最好考虑清楚。 跟我撒谎,会是什么后果? 这话该我问他吧,他不是在喝酒,要夜会十几个嫩魔吗? 还带了两个回来,呼了口气,我压下心中那被陌生人入侵家里的不悦。 挤出一抹笑容,是我打扰你们了吧? 抱歉哪,我这就走。 说完,我转身就想离开。 反正我的房产多得是,去哪儿都能睡,身后猛地传来一声巨响。 回头一看,就见茶几被纪警踹得移了位,桌面上的酒瓶光当落地。 那俩姑娘吓得缩起了肩膀,不敢笑了,纪警狠狠地瞪着我。 滚,我无奈,我是要滚了呀。 你不至于,你们俩滚。 纪警骂了句脏话,迈开长腿走过来,一把住我的手腕。 也不管那俩姑娘了,死死盯着我沈佳佳,你是当我死了吗?不来酒吧找我,倒是有心情在宴会上挑男模。 谁给你的胆子?房门开了又关,那两个姑娘一句话都不敢多听,直接就走了。 我却站在原地,直接愣住。 纪警怎么知道,低头看了眼,她放在茶几上没有锁屏的手机。 屏幕上明晃晃的,是一张刚刚生日宴上的大合照。 拍照时,无销态度强硬,特地非让那十几个男模把我围起来才能拍。 原来是为了这个,一时间,我有些哭笑不得,无销生日,讨个彩头而已你喝多了,别闹了。 纪警依旧拽着我不撒手,瞳孔漠黑,悠悠地盯着我。 沈佳佳,你最近怎么了?是在气我那天,叮铃。 我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撕碎紧绷的气氛,屏幕上跳跃着的奶狗男模弟弟,映入眼帘,我刚要先挂断。 纪警却皱着眉头,猛地抢走了我的手机。 紧接着,接通电话。 严思玉磁性好听的声音从听筒中传来。 姐姐,我想好了,我答应你。 不过除了这个之外,我倒是更希望再多跟姐姐做一些脱了衣服流汗的事情。 姐姐会再约我吗? 整个客厅陷入了死一般的安静严丝欲没有得到我的回应,顿了几秒钟。 姐姐,姐姐你听得到吗? 寂静的嘴角擒着阴冷的笑,低头看着我,声音沉郁,回答呀,你的奶狗弟弟正在问你呢? 我无奈,不是你想的那样。 怎么感觉她还跟捉到尖了似的呢? 我可没她那么爱玩。 我有事业,有设计,有自我,就够了。 不是,寂静悠悠地看着我,眸中阴晕着暗色。 你自己信吗? 我说你最近怎么突然跟变了个人似的,对我这么冷漠。 原来,是有新欢了呀。 沈佳佳,你想死是吗? 手机烹得重重砸在地上,屏幕破碎,残骸飞溅。 足以看出她摔的力道有多大。 酒精在血液中蔓延起笑,我只感觉困意越发上涌。 我缓缓开口,声音里疲惫感很重那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寂静,个完备的,互不干涉的婚姻,不就是你想要的? 我现在不烦你了,不缠着你了。 你在气什么? 寂沉顿了一下,眉头皱紧了,死死盯着我。 盯了半天,却突然没了气势。 沈佳佳,说句服软的话你能死,你是在气我没参加婚礼, 想完这出逼我回来。 行啊,以后我天天回来,满意了,我倒吸一口凉气,脸都白了。 说实话,寂静之前对我所有的冷言冷语,羞辱欺负,都不如这句话来得恐怖,别了别了,我不配。 我不动声色地向后挪了挪,手腕也在默默地往回抽,倒贴你的女人多了,你随便挑一个就挺好的。 有一说一,我感觉我听见寂静磨牙了。 那你之前对我的死缠烂打算什么,现在又装大肚,你自己信吗? 我信啊。 我仰头看着寂静,头顶的水晶灯在她脸上映出流光一样的色彩,说来也怪。 这一瞬间,我居然有种寂静眼里只有我的错觉。 寂晨,你之前做那么多事情,不就是想让我放弃吗? 现在我真的放弃了,你不用再怀疑什么的,我没完花招,你自由了。 握着我手腕的力道骤然一松,寂静的眼中竟浮现出了一抹破碎的慌乱沈佳佳。 你爱上别人了是不是,你不是那么爱我吗? 我只觉得她莫名其妙,说的就跟你很想让我爱你似的,你根本就不是能跟人相守一辈子的性格。 现在又在这不甘心什么,寂静猛地震住了。 我跟颜思玉达成了合作,她的身材和外形条件真的很优越。 我这次设计的六套衣服,她渐渐都撑得起,连气质都搭。 我再想,如果这次效果好,以后完全是可以做长期合作的最佳伙伴。 这是合同,你看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签了。 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带着你,在这条路上走到顶峰。 餐厅包厢里,我把你好的合同递给颜思玉,颜思玉接过去,连看都没看,直接就签了自己的名字。 我有些意外,不怕我坑你,不怕我是给你画饼,姐姐能坑的,应该只有我的美色吧。 颜思玉笑着道,求之不得。 姐姐已婚,别闹。 我,婚吗?能结就能离,是在人为。 颜思玉低下头,声音很低,我没听清。 你说什么?我说,姐姐你一定会做成国内外最顶尖的服装品牌。 我就跟着姐姐混了。 嗯哼,见你急眼。 我没再追问那句没听清的话,带着她结账离开。 却完全没发现,在出店门口的时候,苏宇成就在我们身后不远的包厢脸震惊地举起手机,录了视频。 阿景,你老婆的眼光是真不错呀,你这出差出的,真是时候。 我是真的没想到,颜思玉的这场秀,会有这么轰动的效果。 本来我只求能不出纰漏的就个场就行了。 结果她这一出场,全场都亮了,记者们从她绝伦的冲击下回过神来,纷纷拍照。 来参秀的宾客们也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交头接耳着谈论着她是何方神圣,我带着模特们羡慕时,掌声雷动,闪光灯将我们尽数包围,祝贺声一片。 但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纪家的二叔。 向来不掩饰自己野心的人,直接走到了替台最前方,当众对颜思抛出了橄榄之私欲, 不管沈佳佳给你开多少条件,我这边给三倍,另外你还有什么条件,随意开,怎么样,要不要考虑跟我们合作,我的神色沉了下来。 宾客席上,纪夫人的神情也十分凝重。 全场陷入了一片寂静,众人的目光都移在了颜思的脸上,我也有些没来由的紧张,偏头盯着她,等她回应。 颜思欲棱角分明的侧脸,都在展示着她外形条件的得天独厚,她低头轻轻笑了笑。 突然看向了身侧的我,纪总,晚了一步。 我呀,已经被家家姐绑定了,这辈子只接她的走秀单。 如果有一天,我站到了山顶,身边站着的人只会是沈家家一个。 颜思欲火了,走秀火了,她在秀场说的那番话,更火,颜思欲这个名字,荡月居然直接冲上了时尚排行的首位。 各大时尚杂志,微博大V相继转发她的走秀照,还有她霸气宣誓时的发言,甚至还有人磕起了我俩的瑜伽、瑜伽、CP同时。 我在婚礼上被寂静羞辱的视频,也被扒了出来,骂我不知廉耻,舔狗该死的人超级多。 但可我们俩CP的人更多大家纷纷表示,我的结婚,是瑜伽、CP最大的一男评。 最离谱的是,居然还有人见了个沈家家什么时候离婚的超话,每天祈愿我跟寂静离婚,最乃欲男模严丝抱。 这个词条,连霸热榜两个周我的主打设计秀赐,也因此强势入侵了高奢设计圈。 颜思玉,恭喜你啊! 公司的休息室里,我跟颜思玉在这里躲清闲,开了一瓶啤酒,我递给身侧仰头靠墙,神情疲惫的颜思这几日的采访、活动,真把人累得够呛。 再熬两天,热度萧萧就好了。 颜思玉靠着墙,仰头将酒喝下去大半,猴姐滚动,有些性感。 我别过脸去,爬了起来。 消失好一阵了,该走了。 颜思玉喝完酒,笑着看我,对我伸出了手,没力气了,求姐姐拉一把。 我也没多想,伸手拉住了她宽厚的手掌,颜思玉腹肌绷紧,从地上挺身起来,但我明明没使多大劲,她却站不稳似的,直接撞到我身上,顺势把我拢在了怀里。 我僵住了,颜思玉也没动,反而是在我想要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时,默默收紧双臂,搂紧了我,额头埋在我颈边,低声道,好累啊姐姐,让我报会,充充电吧。 我已充电10%,15%,30%,颜思玉在我耳边,低声抱着数字,我无奈,伸手要把它推开,耳边却紧接着传来一声叹息,好喜欢姐姐呀,第一眼见识,就喜欢了。 从你坐在旁边,看着我烤鱿鱼黑黑直笑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完了,不光是模特,我人也长期专属姐姐,一辈子,够吗? 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我浑身僵住,只是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眼前突然就是一滑,巨大的力道将颜思玉推开,而后猛地一拳砸到了她的脸上,谁给你胆子抱她? 情景在线,我似乎看到了18岁那年的寄警,但时过境迁,我再也不会蠢道,以为这是爱情,颜思玉,拒我急忙跑过来,想扶起摔倒在地的颜思玉,认真查看着她的脸。 颜思玉现在可是模特呀,寄警,刚刚那一拳打得很重,万一留下什么,沈佳佳,胳膊被拽住,硬生生拉起来,寄警死死瞪着我,语调愤怒又委屈,你心疼她,从我进门,你看我一眼了吗? 我真是莫名其妙,寄警,你好端端地冲进我公司,打我的合作伙伴,发什么神经,合作伙伴,啊。 寄警冷笑一声,拿出手机解了锁,举到我面前,是那个盼望我俩离婚的超话沈佳佳,这就是你嘴里的合作是吗? 合作到搂搂抱抱去谈了是吗?你要不要看看网上现在都是些什么?你当我死了吗?我甚至懒得,在开口,跟她说什么。 转身看着已经自己站起来的颜思玉你的脸必须赶紧去看,留下乌青就不好了。 颜思玉警惕地看了一眼寄警,而后将我护在了身后,带着往门口走,但奇怪的是,寄警居然在, 也没反应,只是阴郁地盯着我们,而就在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却突然开了口,日化连锁颜家的公子,什么时候也需要当模特打工了,我的脚步猛然一顿,不可置信地偏头看向颜思玉颜家,本是最大的日化连锁企业,颜家,颜思玉他,正愣之间,一只骨节分明,修长白皙地伸过来, 猛地将颜思推出门去,寄警将我向后拽进他怀里,一手反锁了房门, 沈佳佳,你口中的奶狗弟弟,一直在骗你,开心吗? 门外,颜思玉几乎是在砸门,门内,我被压在墙边,身后是寄警火热的胸膛,他贴在我耳边,死死压着我, 声音低沉,你跟他到哪一步了?上过床了吗?来二去的,我也来了脾气,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又凭什么这么问我?寄警也提高了音调,凭我是你老公,凭你现在算出轨,这话好玩,两个人都停了一下, 我的嘴角浮现出自嘲的笑,老公,婚礼上跟我走红毯的,是你吗?我们是一对一去民政局领证的吗? 每天晚上跟我同床共枕的,是你吗?既然都不是,你算我哪门老公? 需要我再提醒你,你当初娶我时说过的话吗? 你说,你跟我永远只能是有着婚姻关系的陌生人,这辈子都不可能 嗯,却身体被猛地转过来,脊椎扣住了我的后脑勺,强势咬住了我的嘴唇,它的力道很大 与其说是亲吻,不如说是啃咬唇齿之间,弥漫着血腥气 我死命地推操抵抗,却无济于事 但季景自己停了下来,她抵着我的额头,呼吸很急 声音里带着妥协与轻柔 沈佳佳,我输了我不要自由了,我要你和未来,我们重新来过 好不好,你还继续爱我吧 我这次会接受的,好不好,不好,一点都不好 十八岁我期待地回应,等到二十一岁再得到的时候 已经要不起了 结婚后,我收心不过十三天,就换来了寂静的后悔 那我之前做到极致,只为了竭尽全力 不让自己后悔的那三年,算什么 那三年的羞辱,亲眼看着她拥抱别的女人时的心痛 四次被她冷眼,抛下的孤独 算什么,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可却从没人发现,早有人在等她回头的过程中 淹死在了她的海里 寂静,我们之间早就没有未来了 寂静莫名红了眼眶 盯着我向后退了几步 沉默半晌后,又突然回来 紧紧地抱了抱我 言语中带着她一贯的霸道与狠力这辈子 你只能是我老婆,我不会放你走 短暂地拥抱 来了,又随即离开寂静,快速拉开房门 跟门外的祭司欲对视一眼后 匆匆离开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不是模特 反锁了房门后,我盘腿坐在地上 看着嘴角有点肿的严丝 又无语又生气 之前看她走秀技巧不多 还以为她是入行不久 结果居然是完全没入过行 我现在想想,甚至都有点后怕 幸亏这行颜值和身材占了大头 不然,严丝欲抬头 冲我眨了眨无辜清澈的眼睛 一时间,责怪的话也说不出口了 严丝欲对我笑笑 姐姐似乎没问过我是不是模特 我,仔细一盘 好像是 但她不是吴霄找的那十几个男模中的一个吗 严丝豹也反映过来我的疑惑 笑道 萧萧姐,是我未来嫂子 造孽啊,吴霄那天是喝了多少啊 居然把她小叔子当男模拽给了我 那,那你怎么,怎么还跟我签合同了呀 我真以为是烤鱿鱼换来的机会 严丝欲笑了笑 我以为姐姐是欣赏我 当然不想让姐姐失望了 是是是,你是不失望了 我莫名把吴霄的小叔子拐来当模特了 那,那爱 回头我跟法务说一声 合约作废 我们严家的日化覆盖权势 家里的财富多不胜数 哪里会需要自家公子哥出来走秀赚钱 这要是严家父母再不同意 只怕会骂死我这个诱拐奶狗弟弟的奸商了吧 不作废 严丝欲抬头 眼睛亮亮地盯着我 神情里是难得的认真 姐姐 我没撒谎 我是真的很想跟你一起站到顶峰 我喜欢穿着你为我设计的衣服 走在T台上的感觉 说着 画风却又一转 乃狗师的可怜眼神 盯着我 姐姐这是功成名就 想泄魔杀我了 我那倒也没有 姐姐 当时你让我考虑考虑 要不要跟你合作 现在我也想请你考虑一下 严丝欲盯着我 要不要 收下我的一辈子 手指收紧 我无意识摸紧了手中的啤酒罐 低下头 没有开口 庆功宴这天 我喝了不少 主要是因为开心 很开心 我爸妈和继夫人也到了 脸喜气地游走在各位宾客之间 满脸骄傲地跟人聊着天继夫人穿着华贵的礼服 走到我身边 一脸欣慰地对我举了举酒杯 家家 我也很为你骄傲 谢谢妈 最后这个字 我犹豫了一下 继夫人哪里会看不明白 顿了顿 声音放轻了 家家 本来你们之间的感情 我们这些老古董 不该干涉 但你和阿景这些年 我也都看在眼里 我是他妈 我看得出来 他心里有你 只是 这混小子啊 恨我忙于工作 我的劝告他是一句也听不进去 我说这些呢 也不是想劝你什么 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 联姻的苦 我比谁都懂 所以比起婚姻幸福 我更想看到的是 你开心 做你最想做的决定吧 眼底有些发酸 我点了点头 对着继夫人回了杯酒低下头 我的手包里 放着一份小巧的邀请函 国外设计师大奖赛 我的刺一夜爆红 远在国外的他们十分欣赏 所以 给我发来了邀约 我没有告诉颜思玉 也没有告诉季景 他们两个口中的一辈子 太虚无 也太缥缈 我能抓住的 只有我自己 深夜寂静 我带着酒气窝在柔软的被子中 沉沉睡着 有人隔着被子 将我环抱 我猛地惊醒 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寂静稳住了我 轻柔 缓慢 却透着正中我的手摸 向枕头下面 那里有我放的一把水果刀 我不知道我摸到了刀之后会干嘛 但我想 我也需要把它攥在手里 比起男人 武器才能给我最大的安全感 佳佳 我该怎么办啊 你明明那么爱我的 我明明是被你全心全意爱过的 我怎么会蠢到 觉得被你爱是种束缚呢 我真的很后悔 为什么我没去婚礼 没有陪着你 佳佳 别离开我好不好 不爱我也没关系 别爱别人好不好 你介意那场婚礼 我们再办一次 我再娶你一次 好吗 所有你不喜欢的 我伤害过你的 我都改 行吗 破碎又断断续续地吻 寂静胡乱地向我掏着真心 有晶莹的眼泪掉落在我的脸上 很快失去温度 一辈子很长的 我们慢慢来 我不会跟你离婚 永远不会他们这辈子都别想希望成真 交所以 那个沈佳佳 什么时候离婚的超话 是他给搞掉的呀 我觉得有点搞笑 但扬了扬嘴角 发现我笑不出来 干脆就不笑了 寂静收紧了胳膊 牢牢搂着我 声音发闷 老婆 这就是我们的家 你把这里当成家吧 求你了 手指一麻 我觉得我应该是听懂了寂臣的意思 他是在跟那天 要给两个嫩膜 让地方的我说话原来 他也知道这里对我来说 不是家呀 这天早上 我收拾了行李 出发前 我回头看了看躺在被子上 还隔着被子做拥抱姿势的寂静 了唇 我看到了他食指带上的婚戒 在日出的照耀下 泛着冷光 那个对他来说 是圈住了他一辈子的指环 最终 他还是心甘情愿戴上了 但我的双手依然空空转身 没有回头 我拉着行李箱出了家门 打车前往机场 但我没有发现的是门关上的那瞬间 记警醒了 更没想到的是 他到底追来了机场 跟他同时到的 还有严丝欲 两人各站一边 一左一右 深深地看着我 却谁也没有上前一步 我头也没回 踏上了前往法国的航班 飞机起飞 我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 没有风 但云卷云梳 全是风的形状 未来怎么样 谁又说得准呢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